喂 丁总 有事吗 爸妈吃过饭了吗 我看你昨天晚上有点不高兴 我现在在医院 我妈今天发生点意外 如果没有什么着急的公事 咱们明天再聊好吗 妈生病了 我现在去医院 不用了 有管东飞跟我爸家就足够了 你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还是专心 在市集活动的策划上吧 想想怎么跟开西大好配合 谢谢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及时赶回家来 我跟爸肯定搬不动的 医生也说了 如果晚一点到医院 后果不堪设想 说什么呢 这些 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嘛 我呢 是他们的儿子 是你的哥哥 本来 这个家 我才是应该是顶梁住的 应该帮你分担那些事情 可是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反而让你们担心了吗 不是 是我的问题 是我 太自以为是 总是觉得这个家都是在靠我 我自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 我对你的要求也太可恳 那 那还不是因为我 我什么都做得不够好 就是我 我知道啊 我这么大岁数了 一直在给爸妈找麻烦 让你们对我失去信心了 我一直没有尽到一个 哥哥 干净的义无负任 我知道我 我一直在给爸妈他们拖后腿嘛 但是我发誓啊 就是每次 我把那些事情做杂的时候 我真的都不是故意的 我 我是很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的 在你们面前好好展示一下 可是 就 就是每次每次每次到最后 都得让你帮我 帮我擦屁股 不是 是我给你压力太大 所以让你有的时候 无所失踪 哥 哥 有你这儿有多个真恐怖 你 你每次都见我滚了飞 你今天突然见我这首歌 我真的 有点感动 真的 来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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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 这么巧 阿姨也住这个医院 她怎么样 你怎么让我在这儿啊 管腾飞告诉你的 既然要保持边界感 你又管我来不来 生气了 没有 那为什么走啊 我妈快醒了 我进去看她 我也进去 你凭什么进去啊 看望旁边的母亲 谁是女朋友啊 管腾飞 来来 妈醒了 妈 丁总 嗯 妈妈 我在呢 妈 妈妈快要死了 没有 没有 好多了 放心吧 但是我的头还是很疼 头疼啊 那我去找医生 过来给你看看啊 不用看了 什么吗 妈 妈 你看谁来了 妈 阿姨 阿姨 你看看 你好 我是丁宁 那丁宁是谁啊 丁宁 总经理 开号车送她 送她回家那个 妈 你 妈 你刚刚才荣丰你 用这点 你就是丁宁啊 你长那么帅 那个 你哪里好 你有多高 有应用吗 大姐丁宁他这伤就落地了 你哪 明天初下跑到层层的 今年你多大 妈 长虎口呢 是你的男朋友 妈妈当然要问个仔细了 不是正事的 阿姨啊 我下决心了 一定会追到她点头位置 还有就是 我以后 一定会对她好 一定 你愣着干吗 你赶紧给我拿电话 我给你爸爸报喜 好好好 妈 差不多行了 你在哪儿 你一剂两药还是很优秀 夕夜也完了 那我就回去了 你干吗 阿姨这边我安抚好了 但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 你要说什么 我刚刚跟阿姨说的话呢 你别太有负担 我就是想让她心情好一点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 所以你跟我妈说 你会对我好 都是口是心非啊 当然不是 都是心里的 之前车祸的事 我哥都告诉我了 是你背后帮的忙 我欠你一个道歉 对不起 这件事呢 我从来都没生过你的气 不过呢 你愿意用这个对不起 换一个给我转正的机会的吗 那就再好一会 想了没 先把你身边那些烂桃花 给我处理干净了 我这个人心眼特别小 那短期之内可能有点困难了 要不 你把你这生气的状态 再多保持一段 短时间内 所以 你对凯西的测试政策是故意的 当然了 要不怎么打正总跟雷克森 一个措手不及 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因为我想看你对我是不是很紧张 你呀 把我都算进去了 你笑什么啊 往上没想到你会先一步 跟所有人承认咱们的关系 可能是酒喝得有点多冲动了 那你可以现在回去跟大家说你喝醉了呀 你是觉得我给你打了标签 今后不好招惹别的姑娘的嫌疑 你后悔了 怎么会呢 你提前给我转正 我高兴还来不及你 转正了 如果中间做得不好 绩效不达标也可能会被开除的 这绩效怎么能达标 我说了也不算 好 我爸妈说了算 那我不担心 你看 你妈不都喜欢我 你也别想得太好 我爸这个人 不好说 丁总 二十一号下午不要过安排任何有可能会拖堂的会议 另外就是晚上不要过安排任何的饭局 好的 您是有什么活动吗 咱们公司附近哪能买到衣服吗 这楼下不就是我们的商场吗 不是 就是那种 高定的西装的牌子 您的意思是那种手工定制的 是吧 对 那得费点时间了 有可能赶不上您二十一号的活动了 不过丁总 我觉得您穿这一身 特别帅 这颜色不会显得过于轻浮了吗 不够稳重吧 还好吧 怎么 我们都有人说 丁总 您轻浮呢对吧 丁总 我方便问您一下 您是参加什么活动的 就是那种有老人比较严肃的场合 我 敬老院关爱老人呢 没事了 你出去吧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